電動焦花器 欸!兒子啊!你買給我的電動焦花器 很好用!不錯耶! 如果噴水力道再強一點的話 那就太好了 好的!老媽!交給我! 歡迎來到吃味幫頻道 剛好車上也有一把電動焦花器 這台是必須要自己準備寶特瓶來當容器的 那現在我要拆它,所以我就不裝上去啦 充電後就可以使用電動焦花器啦 下面的管子是進水管 我們先找看看有沒有螺絲可以拆下來 那有可能螺絲是藏在貼紙下面 先把貼紙撕下來看看 果然沒錯!這裡有兩顆螺絲,先把螺絲拆下來 拆下外殼 欸!拆不下來 這時千萬不要硬拆喔 要找一下,原來底下還有一顆螺絲沒有拆到 好啦!你看外殼就這樣拆下來啦 裡面有三個主件 有抽水馬達、電路板以及離電池 電路板可以看到連接了電池與馬達的電線 上面有單鍵開關電路以及離電池的充電電路 可以看到連接了電池與馬達的電線 這個是抽水馬達 抽水加壓再噴出去 底下這圓圓的就是18650的離電池啦 那怎麼讓抽水馬達馬力更強呢? 首先先把原本的架構畫出來 我們知道電壓越高的時候馬達就轉越快 那如果馬達跟電路板之間 串接一個可以提高電壓的電路板 那就有機會讓馬力加倍 理論上看起來可以 而且又簡單 來試看看吧 剛剛在戶外拆東西 被很多人偷一好奇的眼光 所以我們回到室內 拿媽媽的那一台來做好了 我們先把馬達的電線解焊下來 所以需要準備烙鐵 透過加熱和錫 把電線從馬達上取下來 記得要記好哪個點是正極哪個點是負極喔 再來就是這次的渦輪增壓深壓模組電路板 現在市面上有很多做好的模組 不需要再買零件跟洗電路板搞半天 直接找到自己需求的模組就好 這樣方便多了 所以我們先把剛剛要連接馬達的電線 焊接在深壓電路板的輸入端 記得正負極要接對喔 通常紅色是正極黑色是負極 再來剪兩條電線 用來連接馬達用的 把它焊接到深壓電路板的輸出端 焊接好之後 就要調整輸出深壓要多少伏特 在這裡先拿出可調電源供應器 模擬電池輸出 我們設定電壓為5伏特好了 然後再把它接到電路板的輸入端接好 再拿出電錶 切換到直流電壓的檔位 連接到電路板的輸出端 電錶 電錶現在顯示的電壓可能不是你想要的數值 所以透過一字旗子來轉動電路板上面的可調電阻 一邊轉一邊觀察電錶上電壓的值是多少 我們先把電壓設定到深壓到6.5伏特左右好了 在模擬輸入離電池最低的電壓是3.7伏 輸出仍是穩定的6.5伏 很好 這樣就設定好深壓電路了 你可以設定更高電壓 馬力會更強 我估計設定不要超過8伏特 馬達跟電路應該都撐得住才對 那我們這次就保險一點 先調6.5伏特就好 再來就是把輸出的電線焊到臭水馬達 真副級不要接反喔 不然臭水馬達反轉就噴不出水來了 焊接好之後 找空位塞這塊電路板 前面有空位可以塞 但發現電線不夠長 所以我們先把電線延長一點 順便把電路包起來 接下來就是塞好塞滿 組裝起來測試囉 欸不會動 這三小朋友 嗯 有些充電電路斷開電池再裝回去 會先保持斷電的狀態 等到它充電之後才會恢復供電 所以插上USB先充電試試看 欸還是不會動 糟糕了翻車了怎麼辦 沒關係沒關係 再拆看看有沒有哪裡接錯 透過電表檢查後才發現 原本機器裡面的開關電路板 輸出紅黑線的正負極是相反的 哇嘞 正極是黑色線 負極竟然是紅色線 所以永遠都不要相信廠商的設計 我猜可能是連接器的正負極方向 跟電路板設計沒有先想好 導致最後量產的時候就將錯就錯了吧 經過一點時間 我們把正負極反過來 再組裝回去 開機 成功了 感覺馬達的聲音變強了有沒有 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是原本的 這是改裝過的 從聲音是不是就能感覺到明顯的差別呢 接下來實測吧 為了比較直觀一點 我們把噴水頭轉鬆 讓噴頭從霧狀變成直線射出 這是原本的 這是改裝過的 有沒有發現 增壓到6.5伏特的版本 很明顯的射程就變超遠 當然你也可以把電壓調得更高一些 只要不要太誇張 電動灑水器都可以渦輪增壓的啦 好啦 該拿去孝敬老媽了 這次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請按下關注按鈕 按讚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